大家好我是千鳥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暗龍紀元一般審判 好久不見 三集我們被牛弄很慘 再次換火箭來打他 還是很硬 還是很硬 南殘牛 好 他免一凍結 我應該都要用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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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到一隻了 差不多就回去了 不要再打這些麻煩的牛 終於沒有打到東西 現在已經打超久了 居然沒有打到東西 好 昨天我重新開過一次遊戲 所以 你們會發現牛不見了 這條任務是 就是剩下 伐木的地方還沒有 找到 欸 在那裡了 建了一個伐木場 結果那個伐木場 那個伐木場只有木頭 沒有沒有 獎金 獎金 禮物 剩下的都是拿回去教了 這個是要給鑰匙 這個是給那個台子 這個任務好像在這裡是做不了的 對 這邊沒有這個任務 趕快回去把任務交了吧 這邊我是不是還沒有走啊 上次我好像走另外一邊過去 胡的這一邊我還沒有走過 看起來也沒有什麼東西 這上面有 都是精靈草 多美了吧 還有一個 這裡面有沒有什麼啊 這是那個鐵匠的家我之前來看過了 沒有東西的 旁邊有武器好想拿 旁邊有武器好想拿 鑰匙馬來問 這是我之前看過的資料 不然內容欸 是我的第一句話 是他的話 變成全都可以 B 抓到這應該就行了 應該是旁邊在彈一次吧 不然我再問他一次啊 對 放在彈場 沒了 再來就是把筆記拿出來鑰匙 在彈場 拈到彈場 你回來了 和一塊 你聽說過你認為師父裴對上有些特別 就要幫助我找到他 很可怕 老闆在山路上駕距離 但他沒看到 你想把這些混合 你只給予個言 我都練一個藥水的食譜 應該說是配飯 可以把這個放上去 他是用精靈炒作的 這個也是用精靈炒作的 我的話應該是放這個魔力的 其他要自己補充 一般人會直接補給我 我是不是應該要幫隊友也射一下 卡山德拉放自動補血 畢竟他是坦 然後... 索拉斯的話應該就跟我一樣 要補魔力 玩裡科就沒有藥水要煩了 看來我能做到清完了 準備去... 組些任務吧 始終中 同樣的 開始 我發抖了 穢完了 追們 要是一樣的東西 哪是一樣的東西 太美了 整個 如果你要擁有什麼 mood change,你會擁有什麼氣味? 這個會擁有你嗎? 然後沒能關閉裂口吧 其...其他的... 我不知道他在指什麼 有可能是指我手上的印記就死了 如果它不足夠關閉裂口,那什麼用處呢? 你哪裏有空啊? 你做了所有事情我們問過你 但仍然還沒效 最重要的是,你的標誌現在很穩定 就像是裂口 你已經給了我們時間 而Solas相信第二次的試驗可以成功 除了Mark有更多的力量 同樣的力量使用在第一次開閉裂口 這不是很容易的 所以我還要靠鏈機來增加我的... 那個印記的力量 這印記還可以這樣弄 好,問問看他有什麼想法 還真是 是 就多多直跳吧 跟我有关吗 但是法师不喜欢教会的话 应该会跟教会做敌对 然后再招我们才对啊 欧望看好了 我就是要救世界吗 真是的 我觉得 有点无法冷静吧 这一切都不得了 我肯定是阳梁会认识 人们都不得了 为了一些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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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一些证明的证明 为了一些证明的证明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会不会刷到攻击呢 这哪儿了 是 好哦 我會試著看她說說看 找其他機會去廣告的影響影響力 我們需要警員去廣告我們 你比別人更適合他們 在那邊 讓我們考慮其他選擇 我不會把這全部放在監獄 大家加油 這是什麼 桌戰桌 我看要用省萬塊的勢力去進行 探索吧 我現在要去新德蘭的地方 在... 佩洛登這邊 用偵查作戰的話 那個區域就會打開 所以我要把眼睛移到上面 你知不知道嗎? 沒有 沒有 新德蘭地區的偵查 大教姆吉塞爾最後被募集的地方是紅牙外的新德蘭地區 在那裡照顧脫離騎士團和被吊者的魔法師 戰鬥中逃出來的難民 根據最新的報告 這兩個集團的擊掌擴大到新德蘭地區 將那裡的難民和大教姆吉塞爾捲入 絕對要保護他 如果可以的話 順便恢復地區的治安 如果吉塞爾死了 就沒有希望獲得教會的支持 之後我們會突破戰鬥地區找到他 拼了命守護吧 那就... 偵查吧 你猜不喜歡 可惡 死到可惡 的 新德蘭地區的偵查報告 盡可能避開戰鬥了 跟擔心的一樣,狀況不太好 被教者們已經不正常了 只要是會動的東西,什麼都攻擊 聖劍騎士們誰的命令也不聽的樣子 已經找到大教母吉塞爾並給予護衛 但他說難民的安全被確保之前 沒辦法丟下難民不管 我認為不將被教者和聖劍騎士 從這個區域趕出去的話很困難 指揮官考倫要我跟住在那個地區 原本是紅牙的迅馬師德涅特聯絡 雖然試著為審問會要更好的馬基斯聯絡 但無法通過這樣的戰鬥區域 先前赤猴哈丁 我們要出發吧 好我們要出發吧 好 我們要出發吧 我們要進去的地區 先到那個地區 我們要很明顯 Wes 我們要進來 一目的地方 得到 我們要不要 我 我看你 你不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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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 你怎麼認識啊? 不知道我在看嗎? 很高興看到你 你怎麼會的 我這麼高興認識你 你怎麼會拍得到你的職員 我們應該到你的職員 我們應該去職員 情況是很累 我們來保留拖子 從 Redcliffe的老姆士 我生在這裡 我生在這裡 人們說說 那些人是最快的 那些人是最強的 而且快的 這陣子的震雙 但是 但是,跟魔王戰爭的戰鬥變得更糟糕,我們不可以到Denned Maker only knows if he's even still alive 我去辦了 喔,我先去保安子鑽地吧 你看這樣 沒有戰鬥啊 我們來看一下資料庫好了 考倫 雖然不知道你關於Cocowall的叛亂聽了些什麼 真相比那還要更殘酷 但我們不提這個話題 Cocowall從回下來的聖劍騎士們 數年前開始由我指揮 為了幫助復興 就算只有看得見的地方 也想恢復有秩序的狀態 我們盡力了 但我們的職責就到此結束 探索騎士潘塔傑斯特來見我 他想停止法師和聖劍騎士團的戰爭 為了這個目的 他在目擊人 希望我能夠看看軍事上的問題 如果講和會議順利的話 就不再需要我們了吧 就算不順利 也已經準備好了 我答應了探索騎士潘塔傑斯特的要求 法環已經崩壞了 已經沒有能給聖劍騎士團的東西 或我能得到的東西 造物主指示了新的道路 必須接受他 圓瑟芬蒙特利埃 圓瑟芬蒙特利埃是安蒂瓦出生的貴族 他在凡爾羅伊歐斯受教育 在那裡建立了宮廷內的人脈 令人驚訝的年紀輕輕就完成了學業 蒙特利埃女士成為了珍福諾王和女帝塞來涅之間當交的外交官 真是很適合她的工作 她很習慣旅行 精通各式各樣的社會禮法 大家都說她是個手腕很好的交涉人 為了避免這樣誇獎都還不夠的情況 我先說 約瑟芬是我的朋友 我欣願她 我們想萬壞的大使需要影響力與能信賴性兼備的人物 不要說你自己來擔任這個職務唷 修女雷蒂安娜 雷蒂安娜 她有好幾個名字 大多人知道她是修女雷蒂安娜或葉茵 不叫她的名字稱她為教皇的左手 太陽玉座背後的影子的人也有 密探的首領馬基雷恩從雷蒂安娜小時候開始教育她 有幾年間雷蒂安娜在歐拉斯的偉大遊戲中 做馬基雷恩的手下 雷蒂安娜對馬基雷恩現身 馬基雷恩卻不是 雷蒂安娜被背叛差點被她殺了 雷蒂安娜受到大教母多羅西亞的幫助 從背叛中存活下來 雷蒂安娜在這個背叛後 隱藏了自己過去在費洛登的修道院度過數年 受大教母的刺激雷蒂安娜從不數的現身中得到安定 將自己獻給了信仰 然而第五次瘟疫開始時 她看見了幻象 她認為是造物主給她看的 她受到幻象 衝擊開始行動 將自己的聲譽往後擺 同身與暗翼的戰鬥 暗翼首領被打倒後數年 雷蒂安娜接受多羅西亞教皇 尤斯蒂尼亞武士的召集 成為太陽運作的密探 返回歐拉斯 尤斯蒂尼亞教皇的講和會議被破壞 教皇喪命 雷蒂安娜成為新設立審問會的成員 及密探的首領 我們這集就先到這裡 謝謝大家的收看 下一集再見 掰掰